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台湾银建研究院高中正董事长 欢迎新北市政府市政顾问范良秀顾问 欢迎新北市政府公务局林茂盛副局长 欢迎台大边研究中心谢上贤主任 欢迎新北市建筑师工会洪迪光理事长 欢迎内政部建筑研究所工程技术组陈建中组长 欢迎新北市水土保持技术工会梁又松理事长 欢迎行政院工程委员会徐兆熙科长 欢迎台湾区重合营造业同业工会高梦渝资讯顾问 首先欢迎新北市李世川副市长致辞 有请李副市长 我们在座的我的老长官范之伟 还有我们高屋市长 我还是叫他高屋市长比较习惯一点 因为今天要谈的这个议题都是他带进我们新北市 还有我们这个谢子润 还有这个我们建筑所的这个 纯组长 还有我们洪迪光理事长 理事长还有科长 在座我想我就不一一的在尊证 怕挂一落万 各位来宾各位先进 大家早安大家好 好 这个很高兴 这个今天来参与这个BIM的研讨会 我想公务局针对BIM的这个部分 在我们高权副市长的引进 说实在现在也有很多的这个进步 我大概这个月都不在新北市 前面跑到越南 后面跑到这个深圳 那完了以后 大概前天才从德国回来看鬼道展 我感慨很多 先跟各位分享一下 这个最近我是想说10月25号我就失业 所以我那一天去看深圳的有一家叫做大直激光 所谓大陆的激光叫做其实叫做镊射 那我已经跟他老板讲说我可不可以订两座这一个机器 那两座机器是在做什么 因为我去参观的时候 我看他用这一个镊射打我们的电脑的箭板 大概一秒钟就把所有箭板上面的字全部打完 让我比较感动的是进去的时候他给我拍照 以前要3D那个列印的时候还要四方都拍 他只有一方坐在那里他就给你拍完 拍完了以后我整个场参观完了15分钟 他就拿了一个水晶玻璃把我的照片的3D放到那里面 就像那一个释迦摩女火的那一个状况就已经撞在那里面 而且那一个所有的照相相当的清楚 相当的清楚 所以我那一天就跟观光集的集团讲说 在10月25号的我们的圣诞前一个月 我就摆两台机器放在那里 每一个人只要照相 看完了15分钟的时候我就卖一个 我只要一个赚50块就好 如果有我们大概将近上百万来参观 不要多50万就好 每一个给小孩子 如果生两个的多两个我就打值 赚25块 我大概一年就可以完成 我要谈这一个当然就是 可以讲说我们现在的建设已经到这一个所谓3D 从以前的这一个部分 我记得因为我斜电机 很多人都以为我读土木 但是 以前的斜电机在画设计图的时候 从来建筑平面图都画了一个告诉我们说管道间 我们就在上面签签 水电馆 小碗馆 什么馆都放在那个馆子 后来才知道那一个口 我大概放了四十几支款子 等到要试光的时候才知道放不进去 那这一个 现在大概利用这一个BIM的3D 这一个动画品身上面做吗 就可以分得很清楚 建筑平面包括管线的这一个部分 所以走到所谓智慧程式的部分 去年我到英国的布里斯多 我看到他们那个机器人的研究室 我现在有一点 说实在很担心我们国内现在的发展 看到各国的这一个先进 因为我在布里斯多 他们的机器人研究室告诉我 他们在发展 他们的高铁以后要跑一千六百公里 我说真的还是几个 他说真的 他现在在研究 不在于那一个火车的机器 在于研究体到的这一个材料 他们说告诉我 应该六年以后会有一点成功 然后我也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 但是让我比较感动的是 英国的伦敦 他们讲说三年以后公车 大概就无人驾驶 但现在不敢公布 因为公布的时候司机会失位 但是他们在众议院跟下议院的时候已经在发展 以后如果无人车撞到人的时候要用保险的法律 可见所有的城市都朝着这个智慧型的这个部位 我刚从德国回来 后来到杜塞道屋去看我们铁轨的这一个扩建 进去的时候我真的感觉很感慨 里面的一个厂相当有名的一个厂 我们去看的结果 以维拉公司那个制造的工厂里面有多人 结果不是只有五个人 那里面将近有差不多五六十台的机器人 那个扩建一天可以制造二十二万 全部都是机器人在做事故 那可见我们现在确实在国外的这一些科技都往前走 所以今天确实在我想我们这个从早上 以及整天里面的那种情况 我们公布局也找了所有我们这些专家来做这一个分享 希望能够把这一个BIM包括我们有一些工程的应用 那提出来跟各位来做分享 我们共同来这一个严理 那让我们这一个工程走到所谓的智慧城市 不管是这个安全的这个建设或是智慧的这个建设 都能让我们的公共工程能往前走 那在这边的解决的部分能够减少 这个大概是我们今天最大的目的 那今天也很感谢所有在座 包括我们所有的理事长 包括我们很多的专家 包括我们工程会 建筑所 还有我们台大的人这一招都来参加 尤其我们这一个导物 这个从以前大概都是你引进的 今天应该有很多的这一个人 对于跟我们来做影响 感谢大家今天的餐饮 我希望今天的所有的研导会 能够圆满成功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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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 我觉得在座来进行支持 比我更加大 不过昨天 我们应该是上个礼拜 我们所长特别招待说 叫一定要来 来进行支持作业 那那个 我们所长应该昨天也有来过一趟 所以他特别招待应该有其他重要会议 所以特别叫我一定要 要校场要参加 要早上也要参加 那已经有迷了一个支持感 那我来跟大家分享 大概我们所有里面对相关病的一个想法 那我想第一个还是 就是就来攻击新北市 来办理这样一个活动 所以包括李副市长 还有高董市长 还有出席的贵宾非常的多 还有台大的谢主任 在病上面都给我们大的贡献 还有相关公协团体 还有相关的主讲的人 以及这个委会的贵宾 早安 大家好 那我们所有里面也非常荣幸 能够来参加新北市 新北市 新北市主办2018病的4.0 新北智慧創新应用展级研讨会 那这一次我想再展现的是近年 并在新北市展现的各项成果 那我想他位阶上面有提高 我看了这个讲题上面 也沟漏是整个存在 应用空间资讯系统上面 来提供这个市政府的品质跟量解 所以我们所里面是研究为主 提供资讯为主 在应用上面是比较少一点 所以我们乐见新北市这方面 在城口上面的应用 而且对主办单位规划非常用心 能够有整理性这样的意见 而且态度非常积极 这个是一件不同意的事 而且各位各一边能够热情参与 我们所里面也致上诚实的建议 那也很高兴有机会能投入 在相关病的作业里面见到各位相关有志者很多 包括我们高董事长 我们谢老师等等 在整个里面无缘无缘来从事这样的工作 然后能够看到在建筑技术里面 在都市发展里面有所谓进步的努力 我想这个城口是只有这次来分享的 那么病里面 事实上一个很复杂又很好用的东西 令人家又爱又恨 就是在功能上它无所不能 可是我们要为它很多的东西 我们要投入很大的时间跟代价 所以它整个在整个全周期的生命周期里面 它提供资料的交换 还有往下的勇气作业 可是上关就要浮入更多的精神 这是病里面的一个技术 所以它在整个作业里面 我们过去的营建工程 这个应该是谢老师讲的 我们可以彩排 我听到病可以彩排就很高兴 我们只有半年演唱会可以彩排 建筑还可以竟然在电脑世界里面先行来彩排 那这样可以提升很多的作业效益 所以在这个部分里面 从归号设计施工 恐怕病人可以减少很多的错误浪位 来提供工程品质 所以除了工程品质量以外 可以提供很多的资讯 往下段提供 比如说维育管理维育这方面的一个作业 那很多的先进国家 就把这个病提为一个 从产业的效率上来 不是光讲病这回事 是提升一个产业的效率 像几年前那个家庭医师们 他从这个生产的上面比较 所以不只是台湾 在美国也面临这样困境 制造业这二三十年里面的进步 是百分之五十多少进步 那整个建筑业 研建业可能不到百分之十 在效率上的提升 那刚好这些电脑化的技术 并也是可以能够有这样的一个 让我们这个研建业移植法的工程里面 得到很大的进步 那国内当然 包括立航政府 包括新北市 包括台北市 都有在做特别 那我们监署大概也关注到这样的议题 所以我们也利用这个所谓的 科技计划 整体计划里面来编例 大部分都从事研究工作 那我们也参考像国内的一些 像台大的病毒中心等等 我一到任就发现 台大已经在翻 议者相关 美国英国人 就放在网上上来 公布大家来分享 所以我们所里面的 利用这个科技计划里面 把这个国际 原来是 大概也是从新北台北 从这个所谓新加坡这个角度出发 可是最后受到英国 美国的影响 我们也做了一些 像这个协同的作业指南 还有原件通用格式 还有相关的 建筑管理 资讯的一个标准 编码的文件 在相关网站上面 来供给各一届参考 那我们昨天 我们所坦白的说 他回去特别交代有件事 就是今天一定要来 找那个 我们工集的租 租集长 谈 他的新北市 现在已经有很多案例的成果 过去公务上面 不管在建管 尤其是公务上面的案件很多 那个成果如何来议诊消耗 席选成一个共同事件 来建立相关的平台 来提供各自的来用 那这个我们初步大概是跟 新北市将来 可能将来涉及了 譬如说工程会 或是零件署 那像国内 那个 应该交通部 交通部应该是 过去我们有一个叫做 知识DIM的白皮书 在工程会 整理平台 然后交通部也 在提供期里面 做出一个相关的所册 这个当然是说 在制作里面 初期里面 可以有一个指令 大家有一个工程标准 那等于这个 完工或是整个 产制过程里面 这资料可以 用大数据来重新再来 这种概念 不是真的大数据 来筛选一次 以供共同的事项 来给大家拥有 这个我想 新北市也乐意这样做 对将来的病 应该有很大的一个帮助 所以我们希望说 不管是中央或是地方 或是学校 或是 像包括建设工会 水利保持协议等等 其他团体里面 我们来做这一类 这个资系的努力 这样这个可以加速 国内在病的发展 也在产业上的技术 能够有所提升 这是我们共同的期望 所以最后 我们还是让我们来 光顾新北市 那也请各位 来国内的经营 来参与这样的一个 营件的发展 能够 让我们这个病子 能够再进步提升 所以最后我们祝本次的应用展集 研讨也顺利 也满成功 那也祝各位 贵宾身体健康 万事如影 谢谢大家 谢谢 公请台大BI研究中心 线上前主任上台 公请新北市建筑师工会 洪迪光理事长上台 公请链政部建筑研究所工程技术组 陈建中组长上台 公请新北市水土保持技术工会 南六松理事长上台 公请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员会 许教系科长上台 公请台湾区重合营造业同业工会 高贡云咨询顾问上台 新北市政府与企业界 将共同努力开创BIM相关产业 让我们携手并进 共创新局 恭喜新北市市政部位 范梁梁授顾问上台 现在请李副市长跟台上贵宾合影 郭向南五十五 謝謝你 副市長 請各位請 恭喜貴賓回座